在今年年初 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的成功登陆 以及首缩国产航母的第四次海市圆满结束 这意味着我国开启了上天下海的全新时代 同时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辽宁舰在维护完毕后再次出海 要知道辽宁舰服役至今已经将近七个年头了 需要进行一些维修升级 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始进行了定期的维护改造 并且在今年的1月21号当天上午 就已经离开了大连造船厂的码头进行了海市 据悉 辽宁省海市局已经发布了新的禁航通告 将在1月21号至28号的七天时间内 在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 对此不少网友分析 因为首缩国产航母在结束第四次海市后 1月8号就已经返回了大连造船厂 所以这次执行的军事任务 很可能就是辽宁舰在进行测试 还有相关分析认为 此次辽宁舰维护和升级的周期并不长 所以在2020年前 再次返回部队的可能性很大 并且首缩国产航母也即将服役 所以这次辽宁舰的出海 意味着 在首缩国产航母服役之后 五国就进入了双航母的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 航母的黄金搭档 歼英武艰载机 在最近也有了新的动作 军央室报道称 近日在部队训练的画面当中 看到了两架还未进行涂装的 改进版舰一五 当时还正处于测试阶段 预计将搭配在 还未服役的首缩火产航母上 事实上 对于舰一五来说 改进升级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据悉 这次舰一五的改进版 将采用钛合金框架 这将极大的提高战机的整体性能 在升级航母及舰载机的同时 我国也不忘继续训练一批 新的舰载机飞行员 另外 在今年的海军招飞当中 通过海军飞行员初减的飞行员 几乎达到了去年的两倍 可以说 我国是全面发展 一样都不会落下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这也让苏联 尼古拉耶夫造成厂成长 马卡洛夫感慨 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如此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中国就是不一样的烟火